这里人均硬拉200公斤 视频里的主持人正在大街上拉客 他要进行一场硬拉大挑战 你看你健身他还给你钱 不知道这么有吸引力的事情 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有点来头 这里是萨摩亚的首都阿皮亚 萨摩亚这个国家主要的体育运动 是英式橄榄球与萨摩亚板球 尽管这里的人口不多 只有20来半 但是当地可出产了大批优秀的运动员 萨摩亚人也以出色的橄榄球表现闻名 大家都知道职业摔小手巨石强分吧 他就是萨摩亚裔与非洲裔的混血 看来这边的人民都非常的强悍尚武 这里的当地货币叫做萨摩亚塔拉 一个塔拉差不多等于2.6人民币 今天参加挑战的人 咱看看重赏之下有没有勇士 第一个出场的小伙 首先挑战的是170公斤 这起点其实就不低 小伙子穿着拖鞋戴着帽衫 把杠铃拉了一半 竟然失败了 一般来说杠铃离地是最难的阶段 看来小伙可能有点握力不足 之后是蓝背心兄弟出场 一个标准的硬拉动作 直接把杠铃拉离地面 绝对对得起自己这身肌肉 后面的大个子拉起这个重量 那显得是更加轻松 之后的兄弟身材稍显臃重 但是绝对不是没有劲 170公斤在他来讲也是不在话下 看来在萨摩亚硬拉的起点 那就得170公斤往上了 之后出场的蓝背心兄弟 戴上腰带徒手拉起了200公斤 刚才的黑大哥也是把这个重量轻松搞定 看来200公斤已经不能满足当地小伙了 这时候又杀出来一位麦当劳小哥 他听说硬拉还能挣钱 赶紧跑来参与 不知道是主持人个子太小 还是萨摩亚人的块头太大 后面出场的挑战者 完全不把200公斤放在眼里 这起步直接要到了260公斤 你看这位穿着米老鼠衣服的大哥 光看维度那就是有备而来 260公斤算是他的热身重量 而且人家还不是专业运动员 只是一个在电信公司工作的职员 咱不知道为什么电信公司需要这样的身材 除了美粉他既不需要助力带也不需要腰带 就把这310公斤直接就拉了起来 看到这里主持人估计在港下进行 节目组要破产了 最终决定马上给钱结束今天的拍摄 大家觉得以后如果去萨摩亚旅游 会不会有助于提高你的硬拉成绩呢